我的天啊 今天講的是我最愛的 王世賢大哥 但是可蘭的表演 跟我們等一下來介紹的東西 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另外一位本土軍天后 王世賢 王世賢雖然之前的情史非常豐富 但是他步入禮堂之後 整個就變成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好男人了 我們要看看他到底有多麼的顧家 但是他之前的故事到底是什麼 先直接進這次的報導 我們看一下 時代不一樣啦 兄弟 好好考 媽媽開一個堂 你就是堂主 電影對我來說 是我一個禮場輩 是我第一次 我覺得坦白講 我必須要這麼講 我抱著學習的心態去 我要看看拍電影到底 跟戲劇 電視劇有什麼不一樣 工作很認真 就很堅持 現在我們蠻家的情形 一模一模 我們大媽媽 每天穿到啪哩啪哩 站到一點 那你們家長 頭上說了 未來就要來了 漫家人還在睡 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覺得說 哇靠 很酷喔 都好像不太講話 個頭又高嘛 又有一種帥氣 他基本上臉其實不笑 是比較冷酷的 不寒而栗的 王士賢在漫家裡頭 演這個大壞蛋 我們站在那 從半上到眼神 他比真正的流氓 還像流氓 那當我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看過劇本 說實話 沒幾場戲 一般人可能不會想見 或是反敗 有一個大光島 講實話 沒有什麼情緒 他在意的是 這個動態有沒有表現 有沒有發揮 而不是在意這個戲份的多少 然後我跟導演在聊天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 我我腦海裡就是 開始在想 開始在流氓 那其實鬥導 他頭腦一直在想 其實我們在訪談的過程裡面 我們在聊天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就演起來 那導演看到我的眼神 看到我的感覺 就是 對對 就是這個 我就知道這個 你就照這個 這個感覺來演就對了 我就抓到了方向了 我就很安心了 我隔天就去李光彤了 常常 我們碰到面的時候 他要不然就沒事 要不然就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所以 當我也沒有聽他 覺得說 這樣 有什麼 就是他也不會 不會覺得說 可我幹嘛那麼累啊 什麼什麼 這樣子啊 其實都沒有 我覺得他很 對他的每一份工作 其實他都很不容易 VANGA是王世賢 大螢幕的處女秀 雖然說戲份並不多 但文堅的這個角色 在VANGA的劇情安排裡 是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 他的無情 他的兇狠 凸顯出了 友情跟意氣之間的 衝突以及反差 對王世賢來說 這個角色 是一個新的挑戰 為了演好文堅 他跟導演說 他要剃光頭 做事情要做回事 我們兩個都沒辦法 他已經答應跟他們一起上傳了 說來 答應就回來要怎樣 我那天戴著墨鏡 然後是除了他 後面這樣看 然後每天他們拍完 就他們要看回放啊 是幹嘛的 我也不曉得他瞄到我啊 他沒打招呼 我也懶得跟他打招呼 對不對 然後我就在看 然後 後面他 他突然就 突然就 導演就回頭 你看 靠腰啊 那是憨狗啦 憨狗 就趕快過來 下次我就眼鏡撥下來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曉得是你 我還以為問導演 是你的黑道朋友那麼多 他是男的 角頭 很殺喔 他以為他的朋友又來探班的啦 大家因為看到他都是他在戲裡面 或者看到夢想 就會覺得說他那個是一個 兄弟貴靠很壯 可能怕他會難相處 可能怕他會很漂亮 但是你第一次你知道 坐下來跟他吃過一次飯 或者你跟他聊過一次 所以你就知道他完全有這個狀況 我的愛婦是雙心的儀儀 我用欺騙 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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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一屁屁 王世賢詮釋兄弟戲 詮釋的相當團神 是他的演技太好了 還是真的曾經有混過呢 王世賢說是片場的氛圍 讓他太入戲了 很自然的就把導演要的感覺 給演出來 另外他自己的生命記憶 當然在他揣摩角色 進入角色的時候 也有很大的幫助 他從小的環境就是在一個 比較這個 一般我們在地文化的 接觸到的都其實 比較是我覺得比較底層文化的 像他們周圍的附近 說這邊就是一個 這個劇毒的場所 聯絡感情的地方 或是這邊就是一群 各式各樣的 那時候很多這種 真的比較偏向這個 黑色秘密的環境 所以跟他的個性 我覺得多少有點影響 我用欺騙 別吃透明欺騙 看到了然後 就有很多模仿的對象 其實我內心模擬 其實我很公平的 其實真的 就好像逗答了 他問我說 師姐你真的混過嗎 我說沒有啊 我很沒有膽啊 我長大 我從小到現在 我沒有跟人家打過一次架 王世賢來自一個 單親家庭 從小家境優渥 不愁吃穿 每天跟著開茶藝館的阿公 身邊幫忙端茶水 在龍蛇雜楚的地方 而如沐染 他看見了多少江湖事 王世賢他從小就知道 兄弟之間的義氣 是怎麼一回事 他對於那種 那種兄弟的氣口 他太了解了 所以他身邊周邊 他就在這些人的環境下長大 你看 所以他的成長環境 其實是蠻 蠻特別的 說實話 他很講疫情真的對 可能跟某一些兄弟會比較接近 其他的部分 他是一個脾氣很好的 他是一個就是 就是愛開玩笑啦 其實我們大家在一起相處 都是這樣吃吃喝喝 所以整個工作的氣氛都很開心 昨年王世賢是參加歌唱比賽脫穎而出的 曾經在滾池唱片發過國語合集 後來透過一個製作人建議 改走台語路線 王世賢每天下課就跑去練唱學技巧 後來接到了兵單去當兵 歌唱事業因此停擺 退伍之後媽媽金香失敗 家中負債累累 他決定要當歌手來賺錢還債 當時發行的第一張台語專輯呢 主打歌就是香郎金糖 就是家裡經濟的問題變化蠻大的 那時候就兩兄弟都在想 有什麼行業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可以賺很多錢的那種 後來在想 我不是會唱歌 然後我想再去做歌星啊 聽說作秀蠻好賺的 那時候我想 對我來講 這方面應該是比較 是一條進路 我很少聽到那方面 他會說 啊我現在就這樣 啊我靠沒關係 我就要去拚 我就要去拚 他常常會有一個人說 啊反正做夢不要花錢 我們就勇敢的去夢想 然後努力去實踐 後來發行這張專輯 王世賢可以說是吃盡了苦頭 他被製作人嫌棄刁難 說要發唱片可以 但王世賢自己也要拿出一百萬 那時候他會覺得 在國語歌壇你很難混嘛 尤其這樣 那我就出台語啊 那他會覺得就是說 現在的歌手都要會自己創作 而且要非常有才華 都一定要才子型的歌手 我們什麼都不會 我們學體力的 然後沒什麼背景 那時候我哥就比較 他比較實意的 他說 啊老闆啊 跟著你講啊 我做一張唱片要多少嘛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一人一半 一人一百萬 我們來拼拼看 一起來做做看吧 那個時候 我剛剛你講的說 家裡的變數蠻大的 就是經濟的問題 所以說真的要讓我拿一百萬 還真的蠻難的 那時候我媽就 七斤八斤 他在外面負債蠻多的 都賣掉 然後身上就剩七十萬 那時候七十萬 然後還差三十萬 王世賢後來找了三個當兵 認識的朋友 一個人拿出十萬塊 最後終於湊足了一百萬 這一百萬砸下去 對王世賢來說 這張唱片 只准成功 不准失敗 我從來不會給家裡 帶來任何一個麻煩 然後可能媽媽就會覺得 兒子長大了 兒子也沒幫他什麼 唯一能做的 媽媽最多就這麼多 幫不了許 再多我也沒有了 所以說我剛剛就講 為什麼我壓力會那麼大 那他覺得這個 他覺得說這可以 我可以唱得很好 他可以把它詮釋得很好 他就唱了 也沒有想到就是說 這不能叫無心插流 而是說他能夠樂於接受 他所處的環境 並且努力 這是比較難的 像南京濤後來因為搭配了 連續劇的主題曲 銷售成績還算不錯 後來這首歌因為版權賣出去 很多大哥大姐及的台語歌手 都拿來對唱 歌很紅 但很少人會記得原唱者 原來是王世賢 還好後來這張唱片市場回收 王世賢把錢還給的同學 總算沒有賠錢 後來因為市場反應也不錯 唱片公司乘勝追擊 你推出了第二張《山中紅》 一年一風空 不堪過忘記 我頭有真加疼心心 他真的台語歌曲就是《山中紅》 想人真浪這樣 講句不好意思 當初人家不要 這個人不想唱 那個人不想唱 說我急急來唱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聲音很好聽 就是你聽他講話的時候 國語、台語 他的台語尤其是 你在聽他講話的時候 那個陰陽頓錯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舒服 阿波 阿波 中情 有風 阿 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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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紅》 《山中紅》 這兩首歌都紅 但卻沒捧紅王世賢他的知名度 因為王世賢 當年待在唱片公司規模小 要上電視左旋團很困難 後來王世賢自己去拜託 電視製作人給他節目 只要能上節目 什麼要求 他通通全力配合 我就說 這樣子好了 你給我一次機會 就一次機會就好 如果王世賢表現得不好 我再也不敢叨擾 就這麼一次就好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份情侯我原來沒記得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那如果以後需要我的地方 你只要一句話 所以就比較講 就講一點比較有意氣的話 之類的 也希望製作人能夠青睞 這樣幫幫忙 給我做給我一次機會 那我就第一次去表演Open的時候 那我就表演得非常精采 我在麥藥 我就表演麥藥 每一個街頭 每一個藝人麥藥 來來來來 三些人說五些過 出品頭髮你就請來送上誓 阿映今天你來過幾部地 不是打滾美國 就是要賣這句 龍兄什麼海狗丸 反正就是這樣搞笑 歌唱事業打下了基礎 後來電視劇的導演找上了門 王世賢他的演藝版圖不斷擴張 第16季的金曲獎 王世賢他勇奪台語歌曲的最佳男演唱獎 得獎的是 王世賢 有機會就是老天給有機會 所以說我就會特別去珍惜 不管多少錢 火力多小啊那時候覺得就是 有機會我就絕對是會去賺 會去跑 用盡方法 用盡方法 就會想要去冒出頭 讓人家來認識我 這樣是正常正規 一些方法 那我就會盡力去爭取 我把這個獎 要獻給我的女兒 她改變我的命運 最重要我要感謝一位 在我一生當中改變我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女人 那就是我 太太 小米 I love you